转速高 压缩比很高 性比高 很久是 马上来了 拔旗崴弯弩 大家好 我是凯越发动机公司 新职业动力的工程师 兼今天的体检师傅 为什么说是体检师傅呢 因为我旁边的这台双缸250发动机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体检 今天就由我来冒昧地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一个体检情况 这台双缸250发动机 它和我们今年正在参加WSBK的 344cc双缸发动机是属于同平台打造 而且这台发动机配备的也是滑动离合实车 也配备了ABS TCS的配置 通过我们的一个初步检查 我们发现它有三高 首先来 它的第一高是它的转速高 这台发动机的最高转速达到了13000 其次是它的一个压缩比很高 这台发动机的压缩比达到了12.5 第三是它的性能高 这台发动机的一个最大马力达到了32.6匹 我想这时候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心中在想 我挨我去 这到底是个啥升级数字 如此的爆炸 我们在设计之初的时候 我们也是考虑了一个紧凑性的布置 通过我们一个紧凑性的布置 我们这个发动机它的体积看上去会更加的小巧一些 比如这个地方 我们把那个机油泵直接设计在了那个曲轴下方 由曲轴来直接驱动 而不是由主轴来驱动 这样的话我的主轴下面就可以少一个过桥齿轮 少一个过桥齿轮就相当于也就是少了一个运动负 就少了一处那个机械损失 这样的话我发动机做的功其实可以更多的输出出来 另外的话我用曲轴来驱动之后 我的那个油泵主动池它就没有在这个离合器的后面 这样我发动机的轴向方向就是左右方向 在布置允许的情况下 我可以把我的离合器这一块可以尽量的往里压 往里压之后使我的整个发动机的左右方向就看上去更窄一些 这样我的整个发动机看上去就会更加的小巧一些 也就是不会看上去那么大肚皮 另外就是我们发动机的一个水路循环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全内置的设计 我们的那个冷却水从水供这个地方过来 从这个地方上去 从我们的钢铁中间进入我们的钢头上面 然后又从这里这个地方出来走的是我们的大循环 这个下面节温器 这里是节温器 然后从这下来这么过来 又进我的水供 这个是小循环 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做了一个对称的设计 就是从这个地方过来之后 这里一分尾二 然后从钢铁的中间上去 这样就会使我的整个发动机的冷却 更加的均匀 更利于我们整个发动机的散热 除了一个紧凑型的布置 就是这个发动机的一个轻量化 也是贯穿我们整个设计过程 通过一个检测型的布置和轻量化的设计 使我们整个发动机的净重 大概也就只有37公斤左右 那么这个重量的话 在同类型的这种双钢二米发动机里面 也算是比较轻的了 另外就是我们的水泵齿轮和油泵齿轮 这两个零件本身对发动机来说 它是属于两个功能性的附件 它传递的载荷相对要小一些 所以说我们在满足它的一个可靠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更轻的 一个尼龙加波线的材料 这种材料本身它也具有滋润性 而且它也耐抹 同时它对声音也非常的友善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出链轮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小飞 在满足强度可靠的情况下 也是做了一些去重的处理 这样也会使我们的这个齿轮的重量减轻 另外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活塞销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锥孔型的活塞销 也就是我们的内孔这两端 我们是做了一个大倒角 同时还有我们的连感螺栓 我们在满足强度可靠的情况下 我们的法轮头里面也是挖了一个 可做了去重的处理 就是刚刚说这两点的话 它可以减轻我们的 一个区别连感机构的一个往复质量 同时我们的连感螺栓 它还是一个超高强度的螺栓 它的性能等级是超过12.9级的 它的抗拉强度是达到了1400兆帕以上 我们的连感也是一个胀断连感 这样的话我们的胀断连感 它的一个副装回去的定位精度会更高 这几样对我们发动机的一个高转运行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因为我们这是一台性能机 所以说我们在剪模耐磨方面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活塞胶 还有我们的油水空秤的 它的表面我们都是做了DLC处理 DLC也叫内金刚石镀层 它的厚度大概在3个米左右 它的表面硬度可以达到2000HV以上 不仅耐磨而且还剪模 使得我们的发动机在运行的时候更加的丝滑 还有就是我们的轴瓦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瓦片 这个是我们的连杆瓦 这个是我们的平安轴瓦 这个是我们的曲轴瓦 我们全部都是采用的同机瓦片 同机瓦片的话 它有更好的强度和耐磨器 同时也具有更好的导弱性能和抗疲劳性能 而它的这些特性 就是对我们发动机的一个高速运转 也是一个保驾护航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体检情况来看 它确实是一台性能小钢炮 在这个排量段位的玩家 我想说的是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体验 所以说你确定你不告一下 恨就说八三来了 特地不告 特地不告 特地不告